30纽币一盒的黄瓜 这都是什么样的土豪 才要吃这样的蔬菜 一个字 绝 Costco一年60纽币的年费 你们猜猜我能搞回本吗 今天就来带你逛逛新西兰的Costco 今天是一期Vlog的事情 我们去逛Costco 这可是大周四 Costco里面满满的都是 Costco晾饭的这个衣服卖场 彪马这裤子只要31.99 阿迪达斯的上衣 彪马的袜子是18纽币八爽 这是什么鞋 奥彪马的鞋 给家里老人送礼的好选择 我要吐槽一下他这质量 你们看他这个CK 你看他这个透手的这个质量 特别薄 质量超差 然后卖40刀 一点都不值 Xbox 游戏机 880 有逼 PS5 874 这边都是卖音箱 季节精 Morning Fresh 大包装 拿一个 还拿不动 就这个包装卫生纸 我囤了一提 然后全家用了4个月 2400刀的电视 这个是外国人的家家必备的大电钻 Switch 这也是游戏机 据说比较热门 戴森的卷发棒接近1000刀 戴森这碗吹风机是680元 这边有点金饰 食品区今天人比较多 这个是标准的新西兰奢侈品 17.99一盒的番茄 这月薪没有10万块钱都吃不起 这个冷库 进去看看里面有什么 奢侈品的 葡萄 23包一盒 奢侈品的 小辣椒 16牛币一盒 评论区可以告诉我 多少钱月薪你才会吃这样的辣椒 还有 30牛币一盒的黄瓜 11.68牛币两根的黄瓜 这都是什么样的土豪才能吃这样的蔬菜 还有这么一盒的叶菜是将近20牛币 就这么一盒 就类似于小菠菜的菜 果然在新西兰能吃得起蔬菜水果的都是富人 海鲜柜是每一次必须来逛的 因为它的海鲜真的是还算比较合理 那46.53一盒的大螃蟹就非常值得买 然后有的时候它会更便宜 还有这种各种各样的鱼 就是切好的鱼也不错 然后这个生蚝 生蚝也不错 就之前在网上看他们有那个出海吃的生蚝 评论区告诉我这样这么大 我都举不起来这么大一盒的麦片 一家几口人才会买这样的包装 陆树青山肉便宜 这也有奢侈品种 这么一盒牛排就45 这个打折了 这个好 买一个这个了 这个是糖 这来Costco一定要吃这个饭 这个这个好吃 红薯干 这种晾饭的棉花糖 晾饭的水果糖 这么大包晾饭的糖 这西方人有多么爱吃糖 这是莲子 这边整个都是零食 我想买一包这个烤莲子 来一袋 这个是他们外国人 比较喜欢吃的那种面包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奶酪棒 这个罐头是按一百元把卖 就果然是来Costco都是进货的 据说这是奥克兰最便宜的油 看看它这个油价 我们来95加满 99.99到 非常零 非常正的一个数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在Costco 一共买这些东西 花了224纽币 不能放过的就是Costco的快餐 还有Costco的油 即便是这样 你们觉得我这一年60纽币的年卡费回本了吗 我这一年60纽币的年卡费回本了吗 我这一年60纽币的年卡费回本了吗 我这一年对我这一年总共买 谢谢观看